现在时间七点整 说台湾的文化、文化、构织、忠告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这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谢谢大家的收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法 法科 法科开讲啊 今天继续讲这本书 《皇帝的家书》 日本的名学者 钢田英宏的著作 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 八旗就是满洲八旗的八旗 好 今天所讲的 是这本书的序章啊 什么叫做清朝 咱打开清朝史啊 国民党教的清朝史 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教的清朝史 到底和全世界世界史里面 所看到的清朝到底怎么不一样 这个我们要先弄清楚 因为清朝是最接近中华民国的朝代 清朝被中华民国推翻 又变中华民国嘛 中华民国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 剩下一小部分跑到台湾来嘛 这个历史 清朝对我们的影响当然非常大啊 今天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 包括台湾的版图 都受到清朝的影响啊 哪一个是清朝的版图 哪一个不是清朝的版图 清朝的版图有哪一个合理化 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 哪一些清朝不等于中国 哪一些地方 就算是清朝的版图 但不是现在这个中国的版图 你以为花哥只讲台湾吗 不是啊 台湾是被康熙时代 司朗把它兵吞过去 对不对 是清朝的部分 但是国际上为什么说 台湾并不 从来没有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天 也没有属于中华民国一天 为什么 清朝不代表中国啊 那你这样讲啊 清朝就是被中华民国取代 中华民国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 那不等于吗 你这样想花哥讲一个东西 你就知道了 黑龙江高乌苏里江 以东汉以北 都是清朝的版图啊 现在是清朝的吗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吗 不是啊 现在是共 现在是俄罗斯的啊 好 现在帕米尔高原那边 有一个地方 你曾经是清朝的土地 现在是哪一个国的 是中国的吗 不是啊 他现在是塔吉克共和国啊 类似这样的地方 整个在清朝的时候 属于清朝的版图 版图到后来 已经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 那有多少你知道吗 有多少是属于清朝的版图 但是现在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啊 所以说属于清朝的版图 并不等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 刚刚讲的乌苏里江以东 黑龙江以北就是 那一块加起来那一块加起来呢 一百多平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呢 台湾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呢 西方这边呢 塔吉克共和国啊 一直到蒙古以北呢 你看看有多少 另外就是外蒙古啊 现在叫蒙古共和国啊 那个不是属于清朝的版图吗 现在属于中国的吗 没有啊 他现在叫做蒙古共和国啊 所以这个观念你要搞清楚 属于清朝的 不一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有一段历史啊 好 今天花哥要讲这个以前 继续讲这个以前 啊 花哥要讲啊 我们屏东啊 北大五三咖啡呢 是我们啊 台湾咖啡里面的极品啊 花哥不会吹牛啦 我只是告诉你 北大五三咖啡 在海拔一千一百公尺以上 那个云雾袋所栽种的 台湾的屏东咖啡呢 你看看现在屏东的可可 也变成世界上金牌了 金牌奖一直得奖啊 北大五三的咖啡是台湾啊 本土台湾咖啡里面啊 前五名的咖啡啦 阿里山咖啡啦 对不对 古坑咖啡啊 阿 东山咖啡啊 另外就是 梅山咖啡啊 阿 然后就是屏东的 北大五三咖啡 阿 今年因为雨水的关系 气候的关系 今年 普通收获都少 再加上高山咖啡 在一百一千一百公尺的地方 咖啡要一粒一粒摘呢 找不到人工去摘了 而且十几年来他没有涨价 所以最近稍微调整了一点点价格啦 如果要的朋友呢 请你赶快趁这个机会 还有这个豆子的时候 买一点 这个北大五三咖啡呢 这种天气喝喝黑咖啡啦 黑咖啡就是不要加奶精 不要加糖啦 很多人说喝咖啡 非心悸 就是你加的奶精有问题啦 如果你非要加 有牛奶的香味 那你就加鲜奶啦 加一点点糖就可以啦 最好的状况 现在研究结果就是黑咖啡 什么叫黑咖啡 不加奶 不加糖 就泡下来 纯粹泡下来的黑咖啡 对血压 对血管 对血糖 都很有帮助 发哥每天早上都是 一杯黑咖啡 下午写作看书的时候 一杯黑咖啡 在心情上 生理上都很有帮助 如果你要呢 请你打0983468356 0983468356 找吴太太 好 发哥继续讲 昨天没讲完的 当时世界史上 清朝的版图 所以会变得那么大 是因为在清朝以前 明朝明朝的时候 都已经不算很大 在明朝之前 有一个大帝国 叫做蒙古帝国 蒙古帝国是 人类有史以来 在陆地上最大的一个帝国 蒙古帝国 后来在中国的部分 虽然被朱元璋推翻了 明朝推翻了 但是蒙古帝国 在北方 在俄罗斯 在土耳其 在波斯那一带 一直到阿拉伯海 他那个土地 他的 欧国台帝国 清朝汉国 义儿汉国 都还存在 他跨越整个明朝 那清朝的时候 发哥昨天讲过 清朝的策略 为什么 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认为清朝 是满洲人 少数一两百万的满洲人 进到中国来统治一亿人 满洲八旗 虽然说满洲八旗 满洲人形容 他的满洲八旗的骑兵 只要有一千名以上的满洲八旗骑兵 首相无敌 骁勇善战 没有错了 但是事实上 我们所谓的清朝 真正的领导阶层 皇帝是满洲人 底下的贵族 皇宫贵族 是满洲人加蒙古人 蒙古扮演了很重大的角色 蒙古的皇宫贵族 和满清的皇宫贵族 是通分的 所以满清这边称贵族 叫做贝勒爷 公主叫做格格 蒙古那边的王公 也是贝勒爷 他的公主也是格格 所以你看那些 皇租格格那些连续聚的 你会发现 他有一些皇帝的女儿 嫁到蒙古的王宫那边 蒙古和满洲呢 是平等的 居在一个领导阶层 领导阶层 当时蒙古那么大的土地呢 没有被明朝光复的地方 到后来就是和清朝聘在一起 聘在一起在里面 包括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包括多大你知道吗 刚拼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蒙古的地还到达伊朗 阿拉伯 印度 巴基斯坦 乌克兰 乔治亚 阿美尼亚 到后来和满清兼并的时候 还有一部分呢 都还属于满洲和蒙古的合并 那么到后来这块土地 这么大的在中亚 亚美尼亚 哈萨克 这些地方 在什么时候被割让了呢 在清朝中越 有的拟不足条约 拟不除条约 被俄国的皇帝 军队侵略以后呢 定了拟不除条约把这一大块土地割让 这都我们念过的历史发科等于是呢 替你再复习一次啊 另外呢 清朝版图里面有一大块呢 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这块土地也已经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曾经是清朝的土地 哪一些呢 第一个朝鲜韩国 北韩南韩 它本来是清朝统治的一个版图 这个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已经不在了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西伯利亚 北边的西伯利亚 已经变苏联的了 另外是还有什么呢 蒙古的 蒙古已经独立为一个国家了 所以这些呢 只有反而一个地方呢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吞进来了 一个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是新疆 所以他叫做新疆嘛 新开辟的疆土 另外一个呢 是西藏 这个呢 是我们看到整个什么是清朝 还有清朝的领土 所占领的土地有多大 大到后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早就已经割浪一大堆出去 所以共产党口口声声说 祖国不能分裂 祖国一寸土地不能丢掉 你讲啥 都讲啥什么啊 就清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 你自己就割浪了一大部分啊 割浪给谁 割浪给俄国啊 割浪给斯塔林啊 说什么台湾是你领土的一部分 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们白人共产党自己 不可分割的领土一大堆都割浪 给斯塔林啊 还没有割浪 那都讲消费就对了 台湾 中国的历史 叹叹叹 那都讲消费了 好 这个满洲八旗进入到北京的时候 他已经进入到北京 当北京的政权了 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 清朝历史里面有一个很关键 当时的多尔滚啊 不主张啊 满洲的政权啊 在这个北京啊 他说我们 我们人那么少啊 我们进入到中国 把北京占为首都啊 我们迟早会被汉人同化 我们会被吞掉啊 把北京抢一抢 我们快回来啦 我们回到我们满洲啊 如果当初 当初这个满清的底下的骑兵 不贪图北京的荣华富贵的话呢 听豆尔滚的话呢 把北京抢一抢 把财货抢一抢 然后回东北去了 清朝今天满洲人还是一个国家 满洲独立为一个国家 满洲人满族人还存在 现在满族人不见了 被中国人融化掉了 就是多尔滚进来以后 顺治皇帝那台小 多尔滚有这个远见 我们游牧民主如果汉文化 那个鲁家交易的服食性太强了 我们把金银财宝带回满洲就好了啦 我们离开 我们不要在中国啦 但是呢 进来到关内 去到北京的 这些满清的贵族一看 哇 紫禁城这多啊 黄金珠宝 要什么都有什么 我们当然要在这里当王啊 我们那威风 我们怎么可以退回满洲呢 我怎么抢抢回满洲呢 这个决定就决定了到最后 满清 虽然在中国王朝里面 他变成一个大王朝 清朝的王朝 但是呢 也注定了 两百八十年以后 满洲这个种族 满洲人这个民族 消失不见了 被融化掉了 啊这种教训呢 其实满清的皇帝 是念书念很多的 他不是不知道啊 他满清的皇帝 就有写下的那些 咒章里面 后他写下的那些想法 连隋唐 唐朝是显卑人 隋朝也是显卑人 连隋唐这么强大的王朝 进入到中土以后 结果唐朝人 融入到汉文化里面 结果隋唐的 显卑人哪里去了 显卑人没有啦 唐朝进到 原来是显卑的民族 统治阶情 统治中国不到一百多年 以后两百年以后呢 不到两百年啦 到安死之乱之前啦 就融化掉了 融掉了 等到唐朝结束的时候呢 显卑人没有啦 在统治中国的显卑人 没有啦 被混血混掉啦 中原的民族 鲁家文化的恐怖 就是恐怖在这里啊 再强大的人进来 都会融化掉 你看看那个元朝 元朝蒙古建立了四个汉国 其中在中国建立的叫元朝啊 元朝的皇帝 在中国只有多久 九十年的时间 只有九十年的时间 全世界最骁勇善战的 蒙古的骑兵在中国 就已经不会打仗了 就打不过朱元璋了啦 元朝的皇帝 才传了几个 到元顺帝的时候 他已经是变分庸无能啊 再也不是像 陈其思汉 忽必烈 欧过台 这种雄魔 雄才大略 英无无比的君主了啊 已经不是游牧领袖啦 从蒙古来讲 当然是蒙古人的失败嘛 他来到中原以后 一看北京那么壮丽 北京的皇帝 这些那么享受 北京的贵族 皇宫贵族 这么享受 女人一大堆 还骑什么马 黄金珠啊 那么多 还当什么 这个骑兵啊 还射箭 打猎 谁干这个事啊 不到九十年 就迷烂了啊 讲这些东西啊 发哥有的时候提醒 国民党的军队 虽然不会打仗啊 被共产党打得落荒而死 落荒而死 逃到台湾来啊 哎 来到台湾以后 在金门 马祖知道说 这是关键一意啊 所以呢 装备很差的 国民党军队 在白团的 跟本伯中将的 稍微战略上调整一下 不是蒋介石指挥 竟然打了一个空前的远东 少见了盛战 在一个小岛上 叫金门 在一个金门的小岛上 的海滩 那个古林头 竟然把中国共产党 战无不胜 共无不克克的解放军 两万多人 通通谦媚在这里 好 所以从那个时候 国民党军队 经过白团重新整讯 有一段时间是蛮强了 武器比较落后是真的 但是那个时候 要对共产党 要打到底的心理是 共产党如果是杜海来打 台湾不见得打得赢 现在70年不打战了 我们的军队的武器 越来越进步 现在台湾人 年轻人去当兵 讲到要打蛋 就怕了半死 对华哥 觉得这个很有问题 所以最近美国 要邀请台湾的军队 去参加横太平洋演习 拨命跌也跌 跌去 为什么你知道吗 台湾的军队没有和国外的军队 实际比较 实际互相结合过 我们的军队到底能不能打联合的战争 不知道啊 你是山教横太平洋军演 这里面有美军 有日军 有印度 有别的澳洲的军队 你在这里一比 你的军队的素质怎么样 才会知道啊 打这种大规模的战争 才会知道啊 我们军队有没有 虽然武器进步了 但是变得腐败 有没有 或者是驾驶 有没有 当然要参加横太平洋演习啊 好 再扯回来就讲到说 整个满清 开始就在这里 我们看到这本书 皇帝的家书 康熙皇帝 就是顺治皇帝下来就康熙啊 你看康熙皇帝到中国的时候 还是英明的君主 骑到马能够打战打猎 下了马以后呢 批奏章念书啊 没有一项是输给人家 但是多久以后 清朝的皇帝就不行了呢 来后去讲嘛 等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统治它也是依这个法律的传承 我们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法统治新疆 我们用这种方法统治蒙古 我们用这种方法统治西藏 好 我请问你 清朝统治蒙古 西藏 新疆 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统治新疆 西藏有没有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中国共产党里面 中国共产党是中央集权 在它的统治之下 不管是蒙古 新疆 西藏 全部一律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现在也是硬把香港拉进去 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清朝是邦连 清朝不只是让蒙古自己自治 也让新疆自治 也让西藏自治 他们只要向清朝的皇帝称臣就好了 朝贡就好了 新疆要怎么管理 你自己新疆去管理好 只要不造反就好 新疆你自己要土耳 维吾尔人 用维吾尔人的方法去统治新疆 清朝没意见 只要你对清朝的皇帝归顺就好 蒙古 蒙古 你用蒙古人的法律 律令 保护你们的蒙古的习俗 你们的事情 我清朝不管 你只要向清朝皇帝归顺就好 很多人不知道清朝 清朝虽然在它的地图里面 这版图这么大 你知道吗 在清朝的国内 就清朝一个清国国内 它有四伏种的法律在统治 它不是像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央集权 习近平当主席 然后呢 一条法律到底它就是 天下唯一 它讲一句话大家都要听从 不管你是新疆西藏蒙古都一样 但是清朝不是这样 清朝统治蒙古呢 让蒙古人去自治 那蒙古人自己定一个法律 来管理蒙古人 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啊 和我们这个黄河以南的 这个汉人的这个风俗习惯不一样啊 像蒙古人 如果他爸爸死了 怕爸爸娶了好几个太太啊 小太太 那就长子继承啊 长子继承以后呢 他爸爸的小妾啊 只要他没有写亲关系的 除了他亲生的母亲以外 剩下他爸爸的小妾通通要变成 他长子继承啊 原来是他的叫母亲的 变成他的太太啊 这个变成游牧民族 为了在游牧民族那种 艰困的环境里面 那一个家庭不要散去的 这种风俗习惯啊 如果是按照论语四书五经讲 开玩笑嘛 你爸爸的小太太 你爸爸的妾 你都要叫母亲啊 那怎么会变成 你爸爸死了以后 你爸爸的妾都变成你的太太呢 那不是乱伦吗 但是蒙古人 在草原里面生存的原则 就是如此啊 强者要保护 太太 这个爸爸留下来的弱者啊 要不然这个家庭马上会散掉啊 家庭散掉 在蒙古的草原里面 是什么大事 你知道吗 你这个家族如果散去的话 各自分成小家族 你在这个草原里面 这么严酷的环境里面 你会饿死啊 这些爸爸的小妾 没有谋生的能力 在蒙古游牧民族的社会里面 他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啊 男人过来以后 就把你牛马抢了 连你女孩子也抓住 我就变成他太太了 在这样的蒙古环境里面 你如果不照蒙古的律令这样 爸爸死了以后 爸爸有几个小太太 儿子长子继承了家长的位置 连他爸爸的小太太 都要变成他的妻子 就是他同时要保护他爸爸的 这个小太太 这些脆弱没有办法生存的 这些女性啊 这是蒙古 在那个环境里面 形成的一个律令 所以清朝也是原准你蒙古 你的蒙古就定你蒙古 适合你蒙古生存法则的 蒙古律 那个法律叫蒙古律 你照你蒙古的法律 好到新疆 新疆是维吾尔人 维吾尔人是回教徒啊 伊斯兰教徒啊 伊斯兰教徒一神论 回主的人不能吃猪肉 回主的人有另外他的 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禁忌啊 他汉人不一样啊 清朝有尊重你 这个伊斯兰教 练信这个回教的人的习俗啊 不吃猪肉 好 伊斯兰教很严格啊 如果是偷人家的东西 小偷抓到了两只手砍断了 如果是通奸 用石头丢死啊 这是他伊斯兰的习惯 风俗习惯律令啊 好新疆维吾尔祖主是 去伊斯兰教的 包括陕西这边的 内蒙古的回主 清朝说我尊重你们 伊斯兰教的基础 那国家你只要不造反就好 你就实施你伊斯兰 宗教和法律在一起的法律 好西藏 西藏的达赖喇嘛 西藏的喇嘛的制度 你们有你们的制度 有你们的方法 西藏很多是一妻多夫的 一个太太可以 汉人是一妻多妻啊 西藏有一妻多夫的 当然有他的环境的理由 好吧 那就西藏你们自己定 你们西藏的法律 你们去管理 只要对清朝不反叛就好 所以清朝什么叫清朝 清朝虽然他的版图 包括了蒙古 新疆 西藏 但是他在这五个地方 都用五套不同的法律 都准许你们 都各自独立 也准许你们 也尊重你们各自不同的文化 而清朝的皇帝呢 清朝皇帝地位是什么 你知道吗 清朝的皇帝等于贡主啊 他不是我们 什么宋朝的皇帝 照匡音这样 一个皇帝底下没有 任何的名义 他就是叫做皇帝 清朝的皇帝不是这样 康熙皇帝在北京成 汉人统治的地方 以前明朝统治的土地 汉人都叫 康熙皇帝叫康熙皇帝 但是蒙古他不是 蒙古也是属于他的 城府以他的部分 蒙古人叫他大喊 克喊 那么西藏的人是 藏传活教是活教 活教的人 叫这个康熙 西藏的人 康熙就尊存他 叫做大施主 现在我们庙里面 你去捐款那些人 叫施主 施主 你来这里 支持这个庙就是施主 因为藏传活教里面 精神最高的领袖 就是达赖喇嘛 没有人可以超过他 因为他是官司因转世 所以康熙皇帝呢 地位和这个 转世的达赖喇嘛 一样高 在精神位置上 但是他是属于另外一个 叫做大施主 所以呢 清朝的皇帝等于是什么 清朝的皇帝是用清朝这个 康熙皇帝这个人 是这五六这个新疆蒙古西藏的共族 集合为他一生 他是一个联系的单位 因为康熙在每一个地方都拥有最高地位 所以这些地方的老百姓都尊敬他为最高的领导者 他是精神象征统治的一个象征 清朝还有一个最重大的决定 他知道这个汉人很贪婪 汉人是农业民主 但是蒙古新疆这些地方是游牧的世界 汉人如果一旦去进到满洲 进到蒙古 进到新疆以后呢 把人家要游牧地的草原变成种水稻 种麦子呢 那些游牧民主就受到受到这个影响 他也知道汉人是所有他统治底下的人民里面最贪婪的 贪得无愿的 所以清朝下了律令 你汉民族不可以到满洲去开墾 你不可以越过长城去蒙古开墾 你也不准进入新疆去开墾 你也不准进入西藏去开墾 开始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中国共产党是这样吗 不是刚好相反啊 新疆的人不服气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 好新疆的人三百万 我就以五百万的汉人到你新疆去开墾 然后让你新疆人变少数民主 蒙古也是这样 蒙古人你不服气 好内蒙古你不服气 我的汉人一进来都比你蒙古人多 西藏也是这样 西藏你反抗 我就从内陆以更多的汉人 比你现在比西藏人还多 这是很卑鄙的啊 他就是纵容汉民主的贪婪 去占有你的土地 占有你的权利 到最后把你这个民主消灭掉 因为你变少数我变多数把你吞灭掉 你看他这种心思到今天对台湾也是这样 你看那个中国人常常讲一些什么 台湾 小台湾 我一个人涂一口痰 或者是我尿 尿一泡尿就把你台湾淹死了 你就知道这个民主的卑劣性 好类似这样的情况 像康熙在雍正的时代 一直到全隆 他都很清楚 是用这样的 但是清朝的皇帝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败 从全隆 好 在清朝的历史里面 大家都推崇全隆 但是认真说起来 如果我们客观来评价的话 全隆是分君 全隆全班在年轻的时候 耀武扬威 康熙雍正储存了那么多钱 哪里不服气就派兵去打 所以他叫十全老人 打了十场对外在争 打仗要不要钱 清朝 从康熙 从顺治康熙雍正所累积的财务 全隆一潮就把它 开掉 最糟糕的是 我们很多电影都在派 全隆下江南 全隆是一个多么亲切 多么 对人民多好的 这个 这个明君 把全隆推得很高 全隆干皇帝干了六十年 全隆皇帝前三十年脑袋还是清楚的 他二十几岁继位 全隆皇帝从六十岁的时候 就已经得到老年痴呆症了 偏偏这个老头子得了老年痴呆症 六十岁得了老年痴呆症一直到八十九岁死掉 在二十九年里面 得了老年痴呆症的全隆还耗大喜功 然后呢 因为已经是老年痴呆症了 办对政治的事情的判断都经常是不精准 连事都没办法办 所以他只好任用谁 他就任用了何生啊 何坤啊 让他贪污啊 贪污到什么太离谱了吧 他当了军机处大臣二十几年 二十六年 然后呢 家庆皇帝家庆军上来以后呢 大家都知道何坤这个 这个奸臣不杀死 这个何生这个奸臣这个不杀死 清朝没希望 就把何坤和生给杀了 杀了以后你知道 才发现那个藏目吓死人 有将近二十六年的时间啊 全中国的税收 每年从军国的税收 有一半的钱是 是被何生一个人贪污啊 一个家族贪污啊 全中国的每年税收的一半 是何生贪污哦 他的家族贪污哦 贪污了二十几年 好你说全农皇帝如果不是分军 怎么可能任由一个人去 去贪污二十几年啊 是国家财政 国家总收入每年总收入 每年的一半都是被他贪污 家庆把何生抄家完了以后呢 只抄何生一家族啊 家庆整个王朝 整个在位期间的金钱都够用 从这样来看 全农不是分军是什么 所以我们念历史要有一个理性的判断力啊 你不能说那个奸臣 那个奸臣害的 那个奸臣大贪污 奸臣上面就是你全农啊 全农你亲信他 所以人家没有人敢去弹劾他 没有人敢去检举他 因为全农到了痴呆症以后 百分之百信任这个和生啊 才会出现这样子大奸臣 历史上最大的大奸臣啊 比魏宗贤还还更贪啊 出一个奸臣 可以把整个朝代搞成向下走 你看看 好 全农不但是啊 任用这个贪污大贩 在全农的时候 立下了一个天下的大灾难 从清朝 从这个全农皇帝下的这个诏书以后呢 开始灾难来了 就是英国派了一个 英国的查理山寺呢 派了一个大臣叫马戈尔尼 马戈尔尼到中国来 当时查理山寺派马戈尔尼来 只不过是想要站在平等的位置呢 和清朝通商啦 我们做生意啦 现在是一个做生意贸易的时代啦 马戈尔尼透过 种种手段建了全农皇帝 全农皇帝 听了马戈尔尼的建议说呢 英国要和清朝通商 他讲了一句名言 什么名言啊 他说中国地大物博啦 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没有的 我干嘛和你通商啊 我大清版图内哪有什么东西 没有的啦 我什么都有啦 我没有必要和你英国通商啦 这就是整个全农的昏昧 他已经不知道世界变了 他也不知道中国并不是什么都有 西方的这个先进的工业已经进来了 这些东西是中国没有的 但是全农不知道他认我什么都有 全农因为讲的这句话 有继承全农的家庆啊 一直到玄丰 一直到道光 都秉持着说 我们大清朝什么都有 我们没有需要西方那个 花纳的东西啊 清朝因为这样子的自大 从此以后和西方的文明 就再也没有实际的交往 然后那个交往变成私下的交往 私下交往的地方官吏的交往 地方交往官吏交往 最大利益是什么 最大利益叫做毒品呢 鸦片就从此进来 我们在这里还不知道呢 在全中国鸦片进来的地方 最早进来的地方还在 还在中国的版图里面 当时清朝的版图里面 种鸦片的地方是在哪里 什么地方开始的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在台湾 全清朝的版图里面 最限种鸦片的在台湾 那是葡萄牙人引进来 种在台湾的 葡萄牙人在台湾种鸦片 刚开始不是为了吸毒的 他是和药混合以后来 来治疗那个麻拉利亚 利疾 瘤疾 台湾当时的病最多的 最恐怖就是瘤疾病 葡萄牙人 来台湾种鸦片 把鸦片引进台湾 河南人 西班牙人 接着从葡萄牙人手上 拿到种子 在这里种鸦片 主要是为了做药的 但是后来有人 西鸦片上瘾了 结果西鸦片很舒服 才变成鸦片是一个烟瘾 然后传到中国去 中国人一抽呢 不得了 就抽出了整个清朝的 大败坏的开始 清朝从此进入到西方列强 因为鸦片和冲突的时代 不平等的条约 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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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和日下 直到整个清朝 整个灭亡为止 好 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把清朝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所不认识的清朝 发会用两天给你 讲给你听 真正的清朝 是怎么样的一个朝代 是怎么样的国家 让你理解 多谢你收听 明天感谢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连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